吉安乡荣安公园环境营造改善计划 原先预计要在今年3月份会完工 不少当地的民众也相当的期盼 但相互所为了替民众把关优良的工程品质 陆续的针对无障碍的坡道 以及人行道接壤处等细节 要承包商再三的确认 希望能够提供民众更安全舒适的运动环境 吉安乡荣安公园从建制以来已有20多年历史 除了部分设施出现老旧不堪使用的情形 围墙过高照明设施不足的问题也成为自然隐忧 因此乡公所特别向内政部营建署 争取450万元补助经费 并编列地方配合款50万元 办理荣安公园环境营造改善计划 工程安全的品管大家一起来 今天邀请了代表会村长以及社区的乡亲民众 一起针对荣安公园在这一次改善计划里面 所有的缺失十余项一个一个来做最后的检视跟检验 希望带给乡亲一个很安全事性 休闲运动的一个好地方 荣安公园是一个比较久远的公园 所以里面的树木跟所有的设施设备 都会面临到树大 然后设施设备老旧的问题 所以我们这一次一致的来检验 也把我们高高的围墙来降低 让我们的公园社区化 社区公园化 也让我们在地的乡亲 可以得到最好最适性的 这样的一个休闲运动空间 这也是吉安乡公所 努力在保障我们所有建设 安全广告的这样的一个 最重要的坚持 而这项工程原先预计在今年三月份就会完工 不少当地民众也相当期盼 但乡公所为了替民众把关优良的工程品质 陆续针对无障碍拨到 几人行道衔接处等细节 向承包商再三要求确认 日前也协同相待会一同到场献刊 希望提供民众跟安全适性的运动环境 记者许立琴简单相报导